下洛特黄蜂89比113克利夫兰骑士比赛一开局,胡德率先用一个跳投,为骑士拿下两分,而后双方进入僵持。 直到比赛进行了两分半周,骑士队乘着沃克连续打铁,打出了一个12-2的小高潮,一下将比分拉开到两位数,沃克手节五投零中,黄蜂以23比38,落后期是15分进入次节,进入次节后,两队继续搅持,分叉一直维持在15分上下,直到第二节进行了五分半周,骑士队的赛克斯顿连续得分。 将分长拉达到20分黄蜂33比53骑士,暂停调整后的黄蜂依旧无法有效追分,两队以51到67进入下半场,上半场比赛,黄蜂的三分球仅仅是9中1,而骑士队是13中8一边在战,休息后的双方开启达铁模式,前两分半周无人得分。 直到汤普森拿下进攻篮板普篮成功,才打破了得分框,黄蜂的手感依旧糟糕,靠着兰姆的出色表现,才没被继续拉大分场。 第三节打完骑士队,已经忧人得分上升。 第四节开始后,帕克、培根、沃克森仍连续得分,打了一个7比0的小高潮,将分差所小至12分,而后克拉克森连得5分,帮助骑士队维持分差。 而后,黄蜂的渡线入得分框,被骑士加分差拉开到22分,骑士队就此拿下半场上力量对数据。 骑士,古德16分200,塞克斯队16分500,汤普森11分21分5助攻, JR史密斯13分4助,克拉克森24分500,努瓦88分500,小南斯7分12把黄蜂队,沃克7分6助,兰姆22分600,汤普9分400,本文威一点号作者原创,为今授权部的转载。 ,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